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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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们已经跟它们的 management bread国ей セ sareепт明镜串 都没有这么大功绩 法定上型谷刑学的挑战 馆会被基础计划 保持vat果 我們要平衡股東的利益和市民的接受力 暫時來講市場比較有少許混亂 加上近期的日本的地震會令到整個供應鏈 那方面發生一定的差異點 有些是升得比較多的 例如海產品 或者其他一般的化粧消費品 但是當我們發展中國食品業務的方面 我們思想有所改變 我們用一個比較適應中國市場的手法去做 叫做全面食品供應鏈 是我們從上游的製造業 和包裝加以中游的貿易至下游的零售業 這方面零售的零售業 這方面零售的零售業 我們在三個角度去做 亦都將我們的成本效應提升了 我想我們將利潤可以提升比較多些 所以我是不同意說 食品的利潤一定是偏低 我不同意這麼說 只是你經營的模式 和你的工作 你的要點去到哪裏 但是投資比較會大很多 因為全面食品年最重點 在我們有一個很強大的物流系統 和銷售平台 要做得很好才行 再加上工廠的投資也是挺大的規模 但是我認不到堅信 做生意的原則 有投資有回報 內地居民現在經常來香港買奶粉 公司會不會計劃擴展 外國奶粉的代理業務呢 北京地區我們有奶粉的代理 在華東地區有一定的代理 我們會適應市場的需求 我們會全力去推廣這個業務 我都不希望看到市民這麼辛苦 中國市民這麼辛苦 拖籃帶你來到香港 再要買這麼多東西回去 這個不是這麼好的 但如果能夠在國內供應一個 有衛生證明 也有品質證明的地方 那是我們的工作 將能力專門店賣出 都有品牌後應 是有一個深深的保證的 香港政府建議提高私家車的 首次登記稅15% 以舒緩交通制室 對於大窗行的本港汽車業務 有沒有影響呢 香港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市場 很成熟的市場 所有高低的百分比都不是太高 我感覺今次的加稅只是一個短暫 長期來說香港仍然都是一個比較穩定 和富庶的地方 買車的需求是要有的 政府加稅的行為 政府加稅的行為 如果從稅務方面 感覺上它是做到一些事 但對整個環境方面 和實際業界的要求 或者社會的要求 我感覺是另一回事 因為香港目前來計 汽車的銷量仍然都是屬於 中位數字的增長 並不是高位數字的增長 比以往的紀錄 都有參重要化 それは在衣納的日圓 黑資金稱 甚至正是數字的 飛行 peak зак通會 我們的經濟 년 使用ult m盟 菲wick 普大 entertaining 和天安 在港 美國永遠 如果香港政府是想保護市民多一點 我應該是鼓勵一下 將舊的未合乎 現有環保破裂的車 應該是重新換掉它 這樣對市民的健康 對整體是會有好處的 內地推出節能汽車的補助計劃 對於公司的節能汽車銷售怎樣呢 環保車我感覺在世界是一個很新的產品 但是我相信這方面是一個公司的 整個公司的產品 那些公司的產品 都會有限量的財務 或者要求更多財務 在市場上的財務 要求更多財務 如果實際上有一個財務 未來前途非常好 但短暫短期效 影響我的感覺在兩三年內環保車的銷量 仍然是佔整體車的銷量 是一個比較小的份量 如果要有比較高增長的方面 屬於幾年頭的事情 中國亦是一個先進的國家 它亦對環保車方面做很多功夫 它包括鼓勵不同的廠家 在電車或環保車方面 是採取一個補貼或者採取一個支持的 就算你在這次你看到十二五計劃裏面 是環保的概念是籠襲整個中國的前途 在我們方面 基本上由於中國一早已經有這樣的政策 在這方面 它的所謂電動和汽油 所謂hybrid vehicle 基本上已經開始補貼的存在 我們已經在國內做工夫 我們在國內做工夫 現在是很像是革材僅 每個期間都在香港 都在國內做工夫 但是我們在國內都在國內做工夫 那些街頭的部份 剛才對工夫 你何時第一次提到 中國汽車去年賣了1800萬台車 但今年的業內估計是去到2000萬台車 仍然有一個增長數字 因而影響是不應該有 雙方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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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創汽車的銷售在11年比10年應該還有進步 公司計劃開設汽車維修中心 4至5間租車中心 另外會開一些4S的特約店 擴張計劃增加成本開支 成本對收入的比率會否因此提升 中國仍然我們看未來幾年 都是一個上升的 汽車銷售仍然是上升的周期 因而在業務擴充是我們必須的 我們在汽車擴充的方面 我們是同兩方面的 第一個就是4S店的增加 我們已經定位 未來幾年間都用10至15間的新店的速度 是定為我們的目標工作 其他我們平衡發展的 我們都會從汽車有關的汽車業務會 會繼續同期會進展 包括有租車的業務 二手車的銷售 汽車驗車和特約維修 這些都是我們在平衡 汽車業務的銷售裏面 另外一個新的業務做法 因為整體來說 維修給我們的收入有一個穩定 和一個長期性 因而我們兩者都要兼顧 你說投資會否影響到成本上升 或者各方面 我想投資和收益 根據我們計算 你沒有投資 你大個收益不會來的 因為汽車來計 新投資的項目 是根據一個時期 由一個投資期 一個拱固期 到一個成熟期 是會賺錢能力的一次提升 我們有很多現有的店類方面 已經由拱固期到成熟期 那些會貢獻了我們賺錢的能力 有的新店屬於投資期 亦都會經過兩三年變成成熟期 周而伏始 我相信但汽車賺錢能力 都是會陸續提升的 日本發生大地震 對於公司的供應和銷售 有沒有影響呢 因為日本的 由3月11日的地震 到今天為止 都是短短幾天間 但是市場的變化 或者整體的形勢變化 就是整體的影響 整體的影響 我想需要遲一點現後 才可以公佈給其他人 公佈給所有的股東知道 這個受影響幾多 那我感覺上 短期效應一定會有影響的 因為日本那樣 我們有很多產品 都有部分是日本來的 所有的供應上 都有一定的影響 首先在進口的日本車的方面 在香港來計 我不是太擔心 因為在香港來計 一般我們都有兩個月的存貨 因而我們應該應對到 但是日後 6月後 7月後的生產 是不是有所影響 還要看廠方面的挑撥 但我感覺上 日本是一個能力多高的國家 他們應對這個危機 有一定的程度 我希望把這個受影響方面 減到最低 那些公共和黨的公司 但是我覺得 你也知道 從香港來計算 就是那個公司 從香港來計算 從香港去到香港 在香港去到香港 去到香港 那裡 公司 那些公司 那些公司 從香港公司 那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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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許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 拜拜 多謝